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要來介紹一些簡單的應用問題 一個常見的應用問題就是 和與差的應用問題 那如果這個A加B是他的和 A減B是他的差的話呢 來把這個操在你們的本子上 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說這個 這樣 我們用加減消去法的概念去想 第一次加第二次你就會得到兩倍大數會等於和加差 所以其實這個大數會是 和加差除2 你用 減的 這一次減這一次你會得到 兩倍小數等於和減差 所以其實小數等於和減差除2 可以嗎 這個我知道有一些國小有 有國小老師會教 那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學了 他其實是一個二元一次加減消去法的概念 來練習看一下這個 我們有說到有的時候題目可以給你三個位之數 如果假的三倍 以掃二十 丙的一半多五 剛好會相等 也就是說 我就不設XYZ了 我就用夾以柄單位之數 那這個 3夾 等於 以減二十 等於 二分之 柄加五 然後我們有說到 當你寫成這樣子一個三連 等四的時候 其實他提供了兩條 方程式 好 我們就抓這兩條 所以 3夾等於 以減二十 然後 以減二十 等於 二分之丙 加 這樣解不出來的喔 因為你只有兩條 方程式 可是你有三個位之數 那 解不出來怎麼辦呢 還有一句話 甲乙丙三個合起來剛好是一百 所以 甲 加 乙 加 丙 等於 一百 這樣就解得出來了 我寫來這邊 好 那要用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 代入消去法 用代入消去法的話 因為這兩個式子裡都有 所以我們留下乙 這個 甲 等於 三分之一 減三分之二十 這個 丙 等號兩邊同減五 這個減二十五之後再乘二 丙 等於 二 減三 減五十 二一減五十 都帶進來第三式 所以 三分之一 減三分之二十 加乙 加 二 以減 五十 那這樣會等於一百 所以這個 總共幾個乙呢 這個是乙 所以三個乙加三分之一個是三分之十個乙 減掉五十又減三分之二十 所以三分之十個乙等於 這個五十又三分之二十是三分之一百七 丟過去一百加三分之一百七三百加一百七四百七 一等於四十七 甲等於 三分之四十七減三分之二十三分之二十七也就是九 丙等於 丙等於 四十七乘以 二十九十四減五十四 四十四 對嗎 那這個就是這一題 我們用 來練習這個 三個位之數列三條方程式求解 這我們第一個練習的 第二個我們練習的是 第二個我們練習的是 三連等四 一個連等四可以湊出兩條方程式 所以其實你還需要第三條 才可以拿來求解 那 以前我們怎麼做呢 以前我們說他們剛好會相等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一元一次的時候說 他們剛好會相等 所以我把等於的這一個是二X 那這樣子 甲的三倍 甲的三倍是 我們說他剛好 相等 所以甲的三倍是 甲是三分之二 一少二十四 一是X加二十 丙的一半多五是X 所以丙是這個 X加五的兩倍 這三個合起來 是一百 求解X 當然這樣也可以 那就是我們在上學期說的 這個式子看起來簡單 好算的就不好 不好想 其實你不容易想到這樣做 除非你記得 可以這樣 好算的就不好想 好想的就不好算 那我們上一次的作業還有留下最後這一塊 說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今天題目是這個的話能夠回答什麼 其實就是說如果今天題目沒有最後這一句 若甲也餅合起來是一百 喔一百一耶 題目是一百一我剛剛算一百 沒關係算了就算 把題目改掉 抱歉了 好這個 這個題目 我沒有發現題目是一百 如果題目是一百我們就結出來 好 又算錯 這個 如果 題目少了這一句 甲也餅合起來是一百的這一句的話 那這樣子能夠回答什麼呢 我們有講過 你如果有幾個位置數就要幾條方程式嗎 如果你少了一條 你就只能 你就只會留下什麼 只會留下這一些 不知道的東西之間 某一種 關聯 什麼關聯呢 好 你看我們剛才是把甲跟丙都換成乙 然後乙自己等於乙 換句話說我就知道說 他們三個的倍數 不一定是 不一定剛好是倍數啦 就是他們三個的關係 甲是乙的這個 三分之一減二十 丙是乙的這個 所以我也可以算出甲跟丙 他們 這三個 被整理到了同一個位置數上之後 卻解不出這個位置數 所以說如果我知道 這個 前面這 前面這兩條方程式 我不知道第三條的話 能夠回答什麼 能夠回答一種甲和乙和丙的關聯 也就是我們後面會學到一個叫做函數的名詞 他們三個會有函數關係 可以 或者說我們像剛剛講三個可以同一個位置數來表示 這個是 當你 題目給的方程式不夠的時候 會有的情形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說 這個 如果我這裡有一條式子是 x-y 等於3 這個是 y加z 等於x-2 像這樣子就是你看它有三個位置數 可是它只有兩條方程式 我可以把x換成4y加3 帶進來 所以y加z 等於y加3 減2 我可以解出z 有的時候剛好可以解出來有的時候不一定 但是你也只解得出z而已 所以這裡y會消掉所以z會等於1 z等於1可是你知道z等於1這件事情卻沒有辦法解除x跟y 所以你的你的答案仍然會是所謂的這個無限多組的答案 你會得到z等於1然後 還有x是y加3的這個關係 也就是說 能夠使這條方程式成立又能夠使這條方程式成立的x和y和z我知道z一定會等於1但是x跟y 只要x是y的3 比y多3都可以 這個就是當他的這個方程式給的不夠多的時候 那麼 來解一下這裡有三題 加1比兩個人的錢共30加比以多12則加多少錢 這個一艘船全力 就他盡全力的 那我們假殺的全力是一個固定的情形 一艘船全力逆流而上的時數是8 全 全力順流而下的時數是11 求這個水流的速度 他同時還可以求這個 其實他可以求這個 船在平靜無波的 弧面上全力前進的速度 好這種題目就是他會有一個水的速度 還會有一個船的速度 那這個水的速度是就這條河流的流速他是固定的 往下的 那船的速度呢是指他 船在沒有任何水推或阻擋的情況 他在平靜無波的弧面上 的速度 這個 我們把他以傳數來簡稱 那 去不求出來 這兩個分別是多少 加1的錢 共30加比多12元加多少錢 這只是剛剛在練習剛剛的那個核跟差 這個 加加以是30 那我剛才有整理了一個我說這個大數是 核的一半 大數是核加差的一半 然後小數是核減差的一半 但是不用背 不用背 我說寫 那你們 我叫你們寫在本子上 你們寫在本子上 寫過就好了 但是其實不用背 為什麼 因為真的拿來做 真的拿來做2元一次的計算也沒有漫到多少 對不對 兩個相加嗎 2假是 42 假是21 也是 19 9 這很快喔 來 這一樣的這個順流而下的時候的速度其實是船加水 就是你船在沖水也在把你往下推 這樣是11 那當逆流而上的時候你船再往上走但是水在把你往下推所以是船減水 船減水是8啦 對嗎 那你們寫的時候看你們老師能不能接受 這個用中文單位之書 要不然就設船數是x水數字我來講 所以兩個加起來除以2 船數其實是 2分之9 水數其實是 2分之3 對嗎 我快來講解一下 這個 這一題呢其實是 帶入了一下這個我們前面學絕對值的概念 絕對值一定會大於等於0 所以當三個絕對值合起來等於0的時候這每一個都是0 所以3x-y是0 3x等於y 而且 2x加3y-1 2x加3y-1 那最後這個有k 因為 你如果放進來說這個等於0求解 也可以解除k 或者是怎麼樣乾脆先不管他 我們前面兩個就來解連例 y等於3x嘛 所以這個帶進來 那這裡就 11x是1 x是11分之1 y是11分之3 可以嗎 那這樣就解出來了 這個時候這兩個再帶進去 這個3x-y加k等於0 所以3倍的11分之1-11分之3加k等於0 k等於0 這樣解出來了 可以嗎 很簡單 其實這一題你如果發現的話這個等於0 所以這裡等於0 那所以k等於0 你如果有發現的話也可以直接發現k等於0 來看這一題 甲神的三分之一跟乙神的四分之一相接總共長36 那這個是 也是 和 甲神的三分之一跟乙神的四分之一相接 所以接出來會怎麼樣呢 接出來是其實是 他這題有兩個方程式 一個是 接出來是 甲加乙 減掉甲神的三分之一嗎 那你這裡你也可以寫減掉乙神的四分之一都一樣 等於36 另外一條式子是什麼 另外一條式子就是 三分之一 甲 減 四分 等於四分之一 就是這一段是甲的三分之一也是乙的 也是乙的四分之一嘛 所以我剛剛說你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改寫這個 等於我寫錯 那這樣去求解 所以會是什麼呢 三分之一甲等於四分之一 所以 換換成 把乙換成甲好了 乙等於四三分之四甲 代入 甲加三分之四甲減 對 所以 所以 2甲加三分之四甲減三分之一甲 2甲是36 甲等於18 乙是 代進來24 這樣就解出來了 可以嗎 就這一題 這種題目我們之前在一言一次有看過 我說這個 我們那個時候算是縮設這裡為x 那他是甲的三分之一所以甲是 3x 他是乙的四分之一所以乙是 4x 兩個合起來 7x 減一段 減x 是36 那來看下面這一題 在這題裡面的話呢你會發現 這一條跟這一條其實是一樣的 他乘 3分之1就是第1條 所以我們留 一條就好了 這條就花掉 那這就是我前面說的 你有三個位之數可是你只有兩條方程式 所以解不出來的 你只會解出一種關係 而這個關係 所以當你的係數都是零的時候他剛好會成倍數的關係 所以這裡就得到x是2z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這個2x等於2y 所以x就是y 所以這一個呢他就是x加1x x加1x x加1x 所以這就是x加1x 去除x 去除x 那上面這裡是 2分之5的x 去除x 所以約掉是2分之5 所以這題是解得出來的 答案是2分之5 這樣可以嗎 當你的這個 方程式不夠多條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些位之數之間的關係 而你的關係如果剛好係數 常數向都是零的話 常數是零的話 那你的這些關係會剛好成倍數 到時候可能會可以約得掉 在這裡提一下 大家看一下吧 這邊很多按暫停操起來或者是 就是我會上傳突檔 那今天上這裡